大家好分享这么一个消息 韩媒报道 韩国冀州海警 5月11日晚 10点38分接到了民众的报警 称冀州市龙潭一栋附近有人坠害 海警出动以后 于10点49分将男子平安救上岸 据报道 当地时间11日晚 一名中国籍男子在韩国冀州岛意外坠害 索性被海警及时救上岸 据悉这个男子36岁 事发时处于醉酒状态 坠毁未造成明显的外伤 多么可怕 喝多了掉到海里了 是中国籍男子 你说本来身在海外 你在喝多了掉到海里出现意外 那国内的家人可怎么办 多让家人不省心呢 是不是 为了家人放心 尤其在国外 第一最重要的是安全 第二身体健康 哎呀 那以后注意点吧 酒少喝啊 太危险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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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